哈囉大家好 是主持人以薰 歡迎收看電玩宅素沛 四大民國Online一上線就超火熱的啦 這次新推出的副本任務 是改變自原作《寫手》的劇情 要挑戰42集《幽冥山莊》的副本喔 什麼 你沒看過《寫手》嗎 就是這樣啦 中華王龍旗下的年度大作《四大民國Online》 現在推出全新北國地圖場景及新副本囉 在新地圖《風靈渡口》中 玩家會遇到四大民國中的追命 在渡口也會遇上好幾位武林靈人 一起探索全新《幽冥山莊》的42集副本 這次的副本是改變自原作中 會經是第二部《寫手》的故事劇情 玩家可以在這次的副本中 取得絕密武功秘籍 《幽冥山莊》有《幽冥斬角》、《暗月斬角》、 《幽冥滅神戟》等三招刀法可以修習 透過任務開啟鳥族的聲望後 還可學習破弓飛骨、滅地磁骨、鷹骨術、 蜜骨術等體術招式 玩家可以選擇自己想要的武功 優先選擇休息的聲望 這次推出的副本中 除了有趣的BOSS戰之外 還有其他遊戲要素可供玩家進行挑戰 相信一定能給玩家一段驚險刺激的全新旅程 現在就趕快去上線挑戰吧